如果我们当时观察主要国家股市 我们以美股和欧洲股市为首去看 其实俄罗斯入侵哈利米亚当日开始计算 其实两大主要市场的股市都是有几大的震荡 但是很快就会突然爬上来 可能一个月后已经回到入侵前的高位 你觉得这次参考性高不高? 这个有参考性 但是我们要打个折扣 因为当时民意似乎 因为在克里米亚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 所以很自然在克里米亚被入侵之后 它很快就有一个公投 这个公投在一个月里面进行了 而这个乌克兰军队很和平地撤出 现在似乎乌克兰军队在这两天里面 都还是富于横抗的 而且这次在欧洲方面 那个武器不停地输给他们的 所以我想现在大家都要停下 那个武器又不能输入那么多 现在开始就说责任司机都说可以 无条件前撤底下去做一个谈判 这个谈判应该有机会是有一些契机 不过我想这次是没有克里米亚那次那么顺滩的 那个时间会拖长很多 因为这次不是说闪电式所有人都投降 那我就要问你 因为现在市场有很多传册 如果像你所说 这件事可能会拖得更长 大家比较关注就是本身 短期内比较影响市场的大因素 就是美国加息退市这件事 我看到其实一有俄乌冲突升级 那个CME的工具其实显示 预计3月加息的机会依然是100% 但是加50点子的机会 已经是由之前一个星期 即十几日那个星期的60%以上 跌下去只剩下10% 那加息25点子的机会 就上到大概80%左右 我见今早有些大恐报告 包括瑞信就说 比如联储局 接下来反而要放水 去缓解这个俄乌冲突 不可以禁鹰 你觉得又会怎样呢 因为我会比较担心这些因素 怎样左右美股来的走势 是啊 你说得对 如果你只是看美国 和欧洲和俄罗斯的交易 其实真的少之又少 1%的GDP都不够 最主要那个渠道 都是金融那个市场渠道的影响 那就是譬如说 有人持有俄罗斯的债券 去了做抵押品 那现在开抵押品 那他们要沽了 那如果沽不到的话 那些银行可能受伤害 那大家又不信任这个 就是和俄罗斯的银行有交易的 一些其他的银行 那这样 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个 信贷紧缩 那个小型的信贷紧缩出现 不过呢 我想呢 就现在的情况呢 其实呢 你说得对呢 就是3月份呢 加息呢 基本上是25% 是没得多的 因为呢 这个股市下跌呢 和这个信贷的息差呢 扩阔呢 和美金呢 美匯指数上到97%以上呢 三样东西加上呢 等于你加息25点次来 那所以呢 它3月份呢 它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的原因 要加得多于25点次 就算那个通胀呢 它就是 就是少少 2月份 还是爆顶 我想 嗯 好啊 那这个可能帮到美股的 因为呢 我记得呢 去年12月呢 我就说 美股呢 那个 股值呢 太高了 那你没什么可能呢 你加息年里面呢 那个S&P500的PE呢 还是22倍 23倍 没错 那现在呢 下了来呢 现在的PE大概下了来 19倍 20倍 那是高过长期平均 那这样的情况呢 就好些 因为我计下条数呢 如果那个S&P500呢 如果它那个 就是每股市盈率呢 每股那个就是EPS呢 是223元左右 如果你是20倍的话呢 那你可以去回大概是 4500左右的 那虽然说 那可能现在到年底呢 可能只有4%的上升 那这样 那你难保它这几天 还会下跌的嘛 那你下跌的时候 可能买 那可能那个 就是升幅 都会有5-6%的 不过呢 现在呢 就是 这个呢 我想 都是因为 之前呢 大家 太过就是 就是 大家就是 觉得 美股今天也是升的了 这样 没什么准备 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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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